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372章 剷除陰兵 上次講到 由非白和我說 偉禄的電話怎麼打都沒人接 看怕他都失蹤了 我聽到失蹤兩個字 身體就很不舒服 林奧嶺和柳向晚已經失蹤了 為何偉禄都會失蹤 那我就沒辦法跟黃金銅交代 如果偉禄沒有身體 那就算了 現在他一生兩命 就這樣不見了 還不急死黃金銅嗎 我派偉禄攝走萬鴻堡 其實就很無奈 如果萬鴻堡在的話 是不會讓我們這麼順利運用明金儀 就算我們要把鴻堡各自收回去 他也不肯 這樣的話 我們這些人會順利地比較出來 人多世眾對著他孤身一人 由非白又懂得還珠術 他就很難拿走葫蘆 他也在找平衡 在想在我們顧到頭顧不到尾的時候 拿走鴻堡葫蘆 所以偉禄的出現幫助我們很大忙 沒有偉禄的話 我和由非白都不知如何轉好 但偉禄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我和由非白都是你眼望我眼 黃金銅肯定會怨我一輩子 就算黃金銅自己為大家沒命 他可能也完全沒有怨言 但老婆小孩沒了命 無論誰都很難接受 我即時就不睏了 接電話一次一次打過去 一直無法接通 我沙片很心急對由非白說 糟了糟了 一定是中了曼洪寶的手段 曼洪寶肯定是煞頭了 三五十里地對他來說很簡單 我們快點回去看看吧 由非白又扶著我 慢慢向那家的丸子走過去 走到警戒線時 已經快到了中午時 然後發現蜜蜂研究所的人換了一批 我們靠近那家的丸子時 我對由非白說 我們去屋後面吧 看看屋內是甚麼情況 我對那兩群陰兵是怎樣打的一點也不關心 只要我們自己人沒事就行了 由非白扶著我 去屋後面 在院子裡 傾領框的聲音不停在響 屋內就比較安靜 我只打算踩上電磚爬上窗口看看 然後看到在長角那裡有人閃了出來 那個人正是曼洪寶 剛才這個人被偉禄的黃蜂摺走了 現在偉禄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電話又沒有接到 但曼洪寶就回來早花雨 我沙片即時沉了一下 心想果然 偉禄是中了他的手段 於是我大喝她說 曼洪寶 你把偉禄弄去哪裡 曼洪寶看到我們兩個 她的表情很生氣 很激氣地說 你們兩個人居然派過黃毛丫頭 用黃蜂來捲我 真是夠無恥 那個小女孩洗了幾股黃蜂 早就嚇走了 我也懶得追她 在她說話之中 曼洪寶好像也不知道偉禄去了哪裡 就是說她莫名其妙地走了 我就很生氣 跟她說 姓曼的 你敢騙我 我現在就殺了你 快點說 偉禄是生還是死 曼洪寶很生氣 再把劍抽出來 大聲喊 哎呀 你們兩個不講信用 搞得我收不回陰兵回來 居然還要冤枉我 今天 我要把你們的心肝挖出來 就是我的陰兵葫蘆 曼洪寶真氣得瘋 一邊說 一邊拿著把劍撲過來 她向前衝我幾步之後 我馬上擺手說 你還想不想拿走陰兵葫蘆 曼洪寶一聽之後更生氣 她就說 黃德魯 是你做的好事 我今天就是要拿你的命 你搞得我的陰兵在自傷殘殺 你以為我不知道是你想出來的 曼洪寶腳下生風 憤了我身 傻一聲就來到我們兩個面前 尤飛伯用身體在扶著我 根本沒時間躲避 然後見到 曼洪寶的斬妖劍寒光一閃 橫落在尤飛伯的頸上 江湖人打架 慣用這招自動打西 曼洪寶明明是對著我來的 結果去到最後腳步一錯 把劍打橫落在尤飛伯的頸上 我們兩個都沒有任何反抗的意思 因為大家沙扁都很清楚 反抗也是沒用的 尤飛伯的手段是不錯的 但一個陰兵也沒有 曼洪寶的心口裡至少還有三個陰兵 曼洪寶現在好兇死地說 姓游的 你怎能令兩班陰兵打起來 我還以為曼洪寶衝上來後會殺了我們兩個 結果曼洪寶還有一件事是不明白的 明金儀在尤飛伯的院子裡 沒有人可以拿出來 因為只要進入院子裡 就會被陰兵圍攻 就算陰兵兩方面打起來 還有少許陰兵在攻擊屋內的人 這就是他們遲遲出不來的原因 明金儀不在手上的情況下 如何能改變明金儀下達的陰兵令呢 這是曼洪寶百思不得其解的 他根本不知道還珠術可以把明金儀拿過來的 尤飛伯為了擊曼洪寶 他就說 這是師父教給我的 就算你殺了我 也學不到 曼洪寶聽到之後 真的很兇死地說 好啊 那我先殺了你 我馬上攔著他 不要啊不要啊 你先不要動手 凡事好商量啊 但曼洪寶就說 黃德佬 你太奸搞了 我差點被你玩死了 這次沒什麼好商量的了 你去死吧 一路說 舉起把劍就要斬 我馬上拔了打獸紅筋出來 打橫一掃 掃在曼洪寶的腰間 曼洪寶被電了一下 下意識地向後一跳 我就知道 想調為曼洪寶很難的 畢竟這個人身上有很多道門 曼洪寶見到 我拔了打獸紅筋 他就不怕 他知道我身上沒有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而且身上有重傷 根本是打不過他 他輕輕輕在袖裡面 放了一個木頭人出來 我就知道那件事很厲害 那個木頭人一笑 我們就會沒命 我沙邊就暗暗想 沒想到我黃德佬 會在這個關頭上死了 如果遲出來一兩個小時 或許就不會死了 連林墓蟬最後一面也看不到 唉算了算了 死就死了 就算有命也沒什麼意思了 現在稍微動動就要吐血 很辛苦 就在我亂想事的時候 大人生看到 曼洪寶身後好像是拖了一個人影 具體它是怎樣出現的 我也不知道 曼洪寶對著自己的木頭人打聲招呼 木頭人正準備對著我和尤飛白下手 結果曼洪寶身前 大人之間有一塊白布掉下來 就像一道白色窗簾一樣 也不知道在哪裡掉下來的 白布掉下來的 那一瞬間 曼洪寶和那個木頭人都不見了 在地上只剩下一塊白布 就像是文小沙的雅當 遮住了一個物件之後 拉開那個雅當 那樣東西就不見了 我和尤飛白看到大驚失色 我沙邊暗暗想 說不定 林浩蟬、柳向晚和偉樂 都是這樣失蹤的 尤飛白就很害怕 他大聲問 那個是誰啊? 是不是你的人啊? 我就說 不是我的人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曼洪寶就這樣不見了? 尤飛白重複說 是呀 就這樣 在我們眼皮下不見了 我們倆實在不明白 誰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對尤飛白說 不管怎樣也好 我們倆收拾命了 趕快看看 院子裡面是什麼情況吧 尤飛白也是這樣想的 他扶著我 踏在我後面墊著磚頭 我看一看裡面 看到裡面只坐著三個人 分別是宋高卓、柳少禍、柳香臣 其他人全部都不見了 我和尤飛白又繞到院子大門口 從鎖匙箱那裡向著裡面看過去 看到大家都在院子裡面 原來那兩股鷹兵和我當初遇上的差不多 互相撕殺之下 雙方全部消耗了 那些污水順著達天門向外流著 大家在裡面和一小撮鷹兵打得很熱鬧 沒什麼意外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之內 他們就會將剩下來的鷹兵全部剷除乾淨 我和尤飛白都很安慰 在門口前面的大樓柱坐下 等著大家把鷹兵清除乾淨之後打開大門口 我們兩個現在進去都幫不了什麼 而在這個期間 我和尤飛白在談那四個人失蹤的事情 我對尤飛白說 我剛才好像是看到萬鴻堡身後有人拍的 但只看到有個黑影 看不清楚個人是什麼樣子 尤飛白就說 嗯,是個神秘人 肯定就是這個人 劫持了那三個女孩 王德陸你想想 他是否靈感大王的人 我領領頭便說 這個神秘人是誰我都說不清楚 但絕對不會是靈感大王的人 因為靈感大王很討厭我的 不會阻止萬鴻堡來殺我 這個人在千鈞一法之際救了我們兩個 你說了,會是靈感大王的人嗎? 尤飛白也領領頭繼續說 難道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暫時不肯露面? 我又跟著說 朋友看不算得上了 但我有七分把握斷定 委露林茂禪和劉克曼的失蹤 和這個神秘人是有關係的 劫持我們的人會和我們是朋友嗎? 不可能的 對了,那份白布的材料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拿過來給我看看? 我現在行動不太方便 尤飛白就回應我說 哦,好啊,我現在就過去拿吧 說完之後,尤飛白向屋後走過去 今天天氣很暖 很和暖的陽光照得我紛紛沉沉 再加上我兩天都沒有睡覺 我閉上眼睛,躲在柳樹上 即時就睡著了 等我再睜大眼睛 抬頭看到有一盞燈 周圍很吵 我掙扎著坐起來 然後發現自己在仲谷座間屋裡 在屋的外面是一片漆黑的 去到晚上 我才知道自己在柳樹下睡了很久 直到大家把丸子裡的陰兵全剪滅乾淨之後 才滅火開門 看到我在柳樹下睡著了 於是就把我抬進屋裡 因為我睡得太軟了,大家都沒有刻意叫醒我 大家在這個時候 在仲谷座間屋裡燒火煮飯 我旁邊做睡著十六海市裡的其中兩個 他們在這次戰鬥裡受了傷 但幸好都是輕傷 我一睜大眼看見黃金彤走近 逼不及待地問我 偉陸究竟去了哪裡? 我唯有說老實話 偉陸失蹤 在林毛蟬和劉向晚之後 他是第三個失蹤 用黃鋒將萬鴻寶攝走之後 再也沒有回來 張雪茅在旁邊說 這樣會不會是租了萬鴻寶的獨守? 我領頭就說 不可能的,萬鴻寶早就回來了 說偉陸掛了幾層黃蜂之後 偉陸就離開了 黃鴻寶就嚇了一跳 他跟著說 萬鴻寶會不會說謊? 我領領頭繼續說 不會的,如果萬鴻寶真的害了偉陸 他就不會不承認 他知道殺不殺我們的人 我們也會跟他拼命 沒什麼理由說謊 學武老道這時候就問 那萬鴻寶現在在哪裡? 我和大家說了一下萬鴻寶的失蹤過程 看怕馬尚要拿了我和尤飛白的命時 萬鴻寶突然在我們面前消失了 只剩下一塊白寶 我談到白寶時 突然想起尤飛白問大家說 對了,尤飛白呢? 張雪茅就回應我 不知道啊 自從尤飛白在屋內突然消失了 我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我看到大家都說沒見過尤飛白 我就嘆了一聲說 哎呀,尤飛白也失蹤了 我身邊很奇怪 到底是誰 把我的朋友和敵人一個一個劫持走 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行為不算好友好 但也說不上很殘忍 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